欢迎回来到我们的CHKDOMTOL系列 然后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就是NA的自信楼 NA有四大宿舍 自信 学士 Christian 还有Daisy 所以我们今天就带你们去看的是最古老的宿舍 就是自信楼 话不多说,我们先去参观参观 我们先参观外面 现在是半夜三点钟,外面天是黑的 现在是先带你们去看厨房 因为我住的是一楼,所以这边走下去就是Lobby 它的厨房呢,就大概这几个东西 然后有这个industrial store 然后它是从三月坏到,应该是我觉得七月才修好 所以有时候这个东西坏掉了,然后等很久 所以大家都用这个微波炉 微波炉之前也是坏过一次,但是这个维修的就比较快 然后这是热水 然后冰箱 冰箱如果你在这里住的话 强烈建议你不要把这些东西放在这里 不然的话你名字就要写得好 不然那你说你的东西不见 我记得我上次放过一包起司 然后第二天就整包不见 然后这是冷水 然后我们先来去洗衣房 洗衣房是在 是在地下移层 然后我们先就过去 这是厕所 不能拍摄 然后秦他以前是 只是男生宿舍 但是他现在改了过后 他现在是男女混书 然后男生应该是住在一楼 然后女生是住在二到三楼 然后他的EL 他就是地下一层 地下二层 地上三层都有的住 对 然后但是比较不建议你住在地下 因为他的光线不要没有那么足 所以住在上面是比较好 然后这是地下一层 这就是我们的laundry 然后这是CE机 CE总共有五架 然后他大概每次CE的时间 大概四十分钟 干一机 有三架 你可以选择时间 可是你要CE的时候 可以用到 然后你这个是用香港的 特别的卡 叫做巴达虫 然后用那个来拍 然后你可以CE 然后是这个 W1代表CG 它就一个CEG四块钱 然后Dryer的话 你可以选择时间 然后还有脱水机 对 脱水机弄完过后 你可以拿上去晒 这样 但是最近下雨天 所以大家都是用香港的 OK 这就是基本设施 这时候就不开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走楼梯 你走楼梯的话 省电一点 现在我们一起掌握房间 房间呢 新雅 自行楼这里有分成一轮房 二轮房和三轮房 我目前是住在三轮房 但是我会给你们看一个二轮房空 所以 因为是没有人住了 所以 没有问题 噢 走了 记得要关灯 在这里 OK 我们来到二轮房 然后这是一个二轮房 大家看到浴槽吧 之前影片都有介绍过 就给你们大致看看 我看不到多前 这边 这边 衣橱就是这样的空间 蛮大的 这边还有7个Locker 你可以放在其他地方 对 然后这是床 床 床大从小里 跟之前的影片在比 都差不多一样 也是下面可以放行李 它有很大的空子 因为通常心理都放行李 不然就塞在衣橱上面 这样 然后这是桌子啊 是一样三层可以放自己喜欢的东西 然后桌子 然后有一个Locker可以放你的东西 就大概一样一样 然后它的叉头是在下面 它的叉头只有两个 所以 就像之前Joshpa说的 它要自己再装桌板 然后这是夜景 然后 房间餐馆最大致上是这样 对 然后有一个风扇 冷气的话要自己充值 充值的话也是跟刚才一样 跟洗衣机的同一站那边可以充值 对 对 对 我觉得在疫情下的生活内 就是在自行的宿舍生活内 是多多少都有受到一些影响的 自行最大的改变就是它从蓝树变成分树 就是我刚才说一楼二楼是女生住的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之前疫情严重的时候 自行楼需要被征用成隔离楼 所以就会有男生啊女生啊需要被隔离的都会送来自行 所以它就这样顺理成章了变成分树 然后其他的话 日子还是照样的过 不然就是有些人不好听就是检测 那个检测的时候 然后它是两条线的话 我说的是Covid检测 就会有那个射间来发通告给全部人 就告诉我那一层楼的人要小心 然后自己要做好防御做事 我为什么选择新雅书院 其实不是我选择新雅书院 是新雅书院选择了我 然后我的新雅书院我记得我是放了GU选项 然后GU总共有9间书院 所以你知道了 Not the worst but worst 然后 我记得有人放了第8选项 然后还是中 然后还是被分派到了新雅书院 我喜欢新雅书院的三个理由 我们先来谈谈新雅书院的圈 新雅书院它是在山上 然后它从地铁站到新雅书院 需要25到30分钟的时间 我都是用错路的 所以每天就要来回的话 假如你去到地铁站忘记带巴达通 就是你来过地铁站的东西 然后你要跑回去 然后再跑回来 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 尽管如此 它还是有很多优点 第一它是在高山 你的风景是美的 然后第二 如果你是送一个Engineering Student的话 它的地铁移植还算蛮不错的 一下去就是Main Campus 你Engineering Student上课的时候 所以通常都会去的那些大楼 商学院的角色的话 就要下的比较低一点 所以住在CC那边是比较方便 然后第三个理由是 新雅书院除了宿舍以外 它还有体育馆 就是你可以在那里打雨球 打冰棒 打篮球 然后可以健身 然后它还有一个图书馆 你可能要到的时候 进去求一下 新雅书院没有FIP 所以它主要 就是跟一幅书院一样 你要拿两个书院通食客 所以整体来讲 它的Workload 会比较低一点 相对于你要做FIP 好今天呢 我们的自行楼之旅 就到此为止了 然后大家 记得多多支持我们的频道 记得Subscribe Like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还有Follow我们的Instagram 就这样 拜拜 下次影片见 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再来点赞